我们这个作品是叫人造生态 它是一个由大二学生18个人分成6组 做了6个机器人 每个机器人上面都有不同的传感器 像我们这个机器人还有彩色正在跑的球体 它是通过光感 就是它会去寻找我们这边光最亮的地方 去向那个地方运动 然后像这个机器人它就是通过距离 然后距离会引导它朝前朝后 然后那边的像蜘蛛一样的机器人 它就是利用气体 它会去分析空气中的灰尘颗粒和PM2.5 去找周围哪个空气能量会比较高 然后我们会把所有传载器得到了这些数据 上传到路由器上面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屏幕 然后你可以看到不同的机器人 它是在互相交流 有线串在一起 它的数据就会 比如说它的机器的人的数据 在控制它的运动 然后它的运动数据 就会去控制它的运动 就像在互相讲话一样 这个蜘蛛我们就叫它胆小鬼 这个就是我们的胆小鬼 让它给我们观众打个招呼 很像蜘蛛啊 其实里面是有一只真的蜘蛛在里面 是吧 对 就是概念上的话来说 其实就是这个胆小鬼蜘蛛在控制这个大的 然后它需要一个躯壳 我们这边是一个叫事物的剖析的作为 也就是传统意义上我们说说解剖 我们把生活中常见的一种想法和东西的构成形态 进行解剖和重组 它这个看起来很化学 它其实在解剖一本书 一本书 对 它把书里面的所有的元素提取出来 包括把书本彻底变成了墨水胶还有书线 这些怎么制造出这本书的东西都变成了很精炼的元素 然后这边我们有同学去解剖一碗方便面 这个很有意思 对 它这个形式感非常强 它把所有方便面的元素都吊起来 所以这个是真的方便面 对 是真的一通泡面 对 这边是我们一个叫做Installation的结构 它是整个看起来是一个镜面的样子 你可以通过这个看到你自己 是吗 对 这边有一个开口 你可以试试把它打开 然后你有发现这里面会有一个盒子 好是个 然后我们看一下是一个木盒子 对 对这样 天一号这里面可以看到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里的东西会根据这个木盒子的前后左右运动而改变 就等于是你操纵这个盒子就像你操纵这个盒子里的人一样 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做现在进行时 它给我们的概念就是每个人在前一秒做的决定都会影响到你接下来的生活 它是通过这个钟摆预示着时间 你通过左右操纵这个钟摆来改变上面的这个效果 你就可以觉得你看清楚的是哪一个时刻 它分别代表的是过去现在以及未来 你可以试着动一下 嗯 这边是过去 过去 这是现在 以及未来 是吧 这边呢是我们的另外一个作品 它的名字叫做东梦 寓意也就是说这个整个作品里有三层梦境 你需要带上这个脑电波传感器 将你的脑波数值传递到这个系统里去 它会根据你的系统来决定 你会进入到第几重梦境 它的第一重梦境主要的依据是在于听觉 第二重梦境主要在于视觉 而第三重梦境就是一些符号化的东西 想表示的是人的欲望 会让你进入到自己的内心世界 你如果越欲越强的话 它也就会进入到越深的梦境里 好可以躺下 当你注意力足够集中的时候 它就会进入到下一重梦境里 注意力越集中它的数值就会越高 所以它会依次往上增 对 然后它的画面也就会有所变化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